还不吃 吃了呀呀 小肉跑过来了 它好像还挺喜欢吃的 今天顺路拔了一点青草回来 本来是给呀呀吃的 呀呀还不吃 厉害呀 那么长得吃了 我发现这种普通的白鹅是很好养的 一点都不挑食 什么都吃 像我家鸭鸭它就是非常非常挑食的 像鸭鸭它只吃那一种青菜 那个白菜呀它都不吃的 这个小肉它都什么都吃 有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米饭就在地下去了 它都紧起来吃了 吃一点吃一点 那是不张口呀 这个臭鸭鸭 这个鸭鸭是不是熟螃蟹的 它横着走路 看起来 看起来 又在这里发而疯了 我还以为鸭鸭不吃青草呢 怕等小鸭吃饱了才过来吃 现在感觉也真的不是一般的恶魔 天空还有多高 不顾鸟在声声叫 唱着动人的歌谣 歌声唱给那悲伤的人 把一切都忘掉 要飞到天涯海角 我是勇敢的小鸟